马路上的车越来越多了 街上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整个世界像一个被治愈的人在复苏着 看上去只是人们的脸上多了口罩而已 这个春天 我们一起经历了一场战斗 一场治愈 疫情期间 那些可爱的人们 又失去了什么 得到了什么呢 新冠肺炎已经渐渐被控制了 今天我又来探望陆医生 然后每日给这个持愈武汉的乳腺科的护士 在视频通话 旁边是不是又得延长一下是吧 因为我们这个冻冻品房的话 他肯定一定要到最后 吃得怎么样了 走了又 有半个月了吧 那可是我们科里的得力干脚 然后平时脸上都是 反正 没有像今天一样 一看就是 挺艰苦 再来点 再来点 请你用它一块 梅姐你这个疫情过后最想干什么 最想干 最想干 沾了口罩呗 医生过去 回去看看身子 二年级的下船 不是送手 没有人送手 梅姐你觉得疫情期间你失去了什么 比往年的的时候 失去很多单子 不过我们站里头有补助 走的来说也不算失去 那这个疫情期间你得到了什么 你们说在疫情期间得到了很多朋友吗 我突然发现啊 其实我们身边的 比如说小吃肉物业 百度人 是我们安全的守护神 这个楼的人我多认识 你不是就是有个小丫子吗 我很想疫情结束之后 看一下他们摘条口罩的样子 越来越多的人都认识我了 很多人我们学到最多的就是要学会等待 学到了什么 得到了你啊 得到了一个好妹妹 咱俩总是聊天 我们站里的同事都以为你是我女儿 一过去就问 这是你女儿 这是你女儿 你女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